多非症候群 它跟热性肌卵不一样 热性肌卵3-8度就会抽筋 这群小孩子3-7度 4-5就开始有抽筋的情形 通常在一岁之前 它的发展都是正常的 一般来说多非症候群 在一岁之后 它就是会有出现 所谓的舞态有困难 走路不稳 动作慢慢会有缓慢的情形 除此外 还有它的语言发展能力 在一岁以后就变得非常缓慢 随着时间的人家的话 出了语言动作的位 它有出现赞助力 或者学习 认知方面的一些困扰